1月27日就是正月初六和2月6日就是正月十六 这两个节点前后将会出现两个返程高峰 今年春运从1月7日开始到2月15日结束 一共40天 与往年相比 今年春运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叠加 是近年来不确定性最多 情况最为复杂 困难挑战最大的一次春运 随着一类一管措施加快落地 跨区域人员流动加速释放 加之疫情三年来 人民群众累积的回乡过年 探亲房友旅游观光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春运客流将从长期低位运行到快速回复攀升 交通运输组织将从低负荷状态到满负荷运营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 Jakub